大人吵架 谁最无辜 往往都是小孩活受罪 同样道理 中国跟美国打起来了 你以为不关台湾的事吗 错了 最后都是我们台厂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很多人不信邪还说 这个我们新观点昨天追踪的消息 中国手机大厂华为进军美国卡关一案 那也是中美两边的企业受伤啊 关台湾什么事呢 关系可大了 别忘了 不管是苹果或者是华为手机 其实台湾都是最大的供应链族群 好 先来看一下 当然我们刚才说到的川普 昨天已经正式签署了 对于大陆要克征500亿美元的进口品关税 还有限制投资 中国马上就回应 不等习近平开口 大陆驻美大使崔天凯就说了 奉陪到底看谁撑得久 所以他们对于美国克征30亿美元进口品的关税 大约是15%到25%的浮动 那银箱索机当然先来看一下大家最担心的苹果 因为台湾很多很多厂商都是接苹果的单子 而美国的苹果分析师孟斯特就说了 中国如果对美国展开反暴富的话 恐怕会冲击苹果15%的业务 那你苹果一受到打击台厂当然就扫到台风尾 而更重要的是现在已经有一些台面下的动作蠢蠢欲动了 中围华为大陆的华为手机 他们跟美国的电信商第一个合作喊咖 第二个美国最大的电子零售商百思卖 要暂停贩卖华为的手机 你的手机我不卖了 所以影响索机做华为的这些台湾厂商 像是大力光 台积电 郁金光 晶元电跟彩晶 通通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响呢 用仔细来串一下 这些美国企业其实他们在大陆的营收占比 占他们全营收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比重 比如说高通 高通它在全世界的营收 有69%就是从中国而来 所以如果中美开战了 不管哪一方加税 那最后失血的都有可能是高通 高通反映在成本当中 降成本的力道 看到了它在供应链当中 台积电跟联发科 有可能首当其抽受到影响 那依序下来我们看到也有很高占比的 比如说美光 来自于中国的营收比重 就高达了55% 博通也超过了5成以上的营收 都是来自于中国 所以看到了低润的 南亚科 华邦店 还有电子股当中的联电 职业光分别都是这些美国企业 在台湾主要的供应商 更不用说比如说超为 4成的比重来自于中国 英特尔 超为 苹果 还有做球鞋的Nike 以及波音公司 这些相关台湾厂商的供应链 都很有可能受到这一波中美大战开打 而台湾厂商无辜的遭到波及 那到底对于台湾会有多大的冲击呢 经济部长沈荣金还慢吞吞的说 要等具体的细节出炉才能够来分析 但有时间等吗 我们央行总裁杨金龙昨天就说了 光是现在来看科技业的冲击最大 那又怎么因应呢 杨金龙就说了 这个美中互财 贸易保护 所以台湾受到的冲击最大 那包括了像是资讯 还有通讯科技的部分 所以彭总裁的语录又拿出来了 他说两只大象在打架的时候 要小心 可不要被踩到了 那怎么躲掉呢 如果跟其中一方靠拢一点 会不会相对受害的程度比较少 比如说鸿海 鸿海这次在美国设厂 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大树的避孕之下 能够相对受到一些比较小的冲击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很多的美国企业在大陆有设厂的 或者是来自于大陆的营收占比非常高的 很有可能都会手刀其冲 受到冲击 苹果是大家想到 很有可能会影响台湾厂商 那鸿海又是接苹果的单 所以如果苹果真的受到冲击 鸿海当然会受到影响 但是像是前外资分析师杨印超 他就说了 台湾在这两强相争的情况之下 完全没有筹码 但是他看到一个亮点 虽然鸿海是苹果派 但是他认为冲击有可能会比较小 为什么 因为郭东早就已经做好布局 在川普当选的那一天 开会研究来因应赴美投资 所以有可能会因此减轻贸易战的通缉 所以杨印超说 台上应该要来全面效法 那当然美中贸易战一触即发 而台湾经过中国加工外销 到美国的占比大约30% 所以今天很多的工商大佬也非常担心 像是工商协进会的理事长林伯峰就说 这一项贸易保护的主义政策 将让国内的电子消费 纺织业还有机电加工等 都有可能会受到实质的影响 对台湾整体在全球布局都会产生变化 我们这样做法 我想对台湾的整体经济是更加严峻的 中美贸易战开大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伯峰示警 台湾整体经济环境将更恶化 产业恐怕也将大受影响 台商直接到美国投资最终产品 或者台商到美国认可的国家或者地域 去做加工再到美国 林伯峰透露目前台湾经过中国 加工外销到美国的占比约两到三成 他认为国内包括电子消费 纺织 以及机电加工及零组件等产业将无法倖免 而这一项贸易保护主义将可能成为台商出走的强大推力 不只是到美国 就是到台湾以外的国家能够让台湾企业 继续生存的空间的地方去寻找它的生机 美国把台湾当作跟中国谈判的一个策略 台湾应该要警觉 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对中国货品 寄出高达600亿美元关税的备忘录 一旦正式实施 台湾企业只能被迫寻找更友善的生存环境 林伯峰也呼吁政府必须与中国协商减少冲击 大陆有会台30项政策 我们台湾应该出版怎么样对于台湾的企业 对台湾的投资 产业政策跟环平政策跟劳工政策 应该取得一个平衡 不仅仅总统府的国安单位或行政院的相关部会 我们都会密切来观察做好因应 最重要的后续还是我们的经济发展的措施 一定要确实执行 中美贸易战烟消未四起 总统蔡英文也在23号上午发表声明 强调会持续和美国协商 并提出加大台湾研发及生产的比重 加速内需投资 提高创新能量以及多元布局四个策略 要在中美两只大象打起来的时候 尽全力确保台商台场 不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记者黄契文 黄明旭 葛子刚台北财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